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感应篇我们读过前面的三节 推读取少 这是佛家讲的五谈 受辱不怨无尘 受宠若今无耻 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善根 而这个地方 这三句十二个字 是交给我们 这三善根怎样落实 怎样把它 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用在除世待人戒无之处 这样才不至于落空 凡人 很不容易 处在 极尽的 环境中 所以 禁中之落 唯有大胜大血 才能够 做到 凡人要是没有事 他就胡思乱想 就胡作妄为 这是什么原因 贪嗔痴 三毒烦恼 太重了 太多了的现象 这个道理 于是是真相 我们都应当明了 更应当 要把这一桩事情 改过来 这个才是 修行的功夫 尤其是个 读书人 做学问的人 不善用心 学业 道业 决定 不能成就 我们看看 前人 半个世纪 以前的人 江卫农居士 徐卫如居士 这些在家的 大居士们 出家里面 向阴光大死 地贤法死 注意熟知的 云音法死 信质法死 这些人 都是 世间所说的 读书人 做学问的人 他们能够把精神 实精 专注在自己 所学 所修的 法门上 实在是 一天 二十四小时 它不够用 它哪有时间 去打妄想 哪有时间 去做自己 本分以外的 事情 这些 值得我们参考 也值得我们 警惕 所以佛在 经论上 弥厉学人 第一 要发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修行正果 哪里需要 三大二生 一生 决定成就 我们在 华音经上 看到 善财童子 善财童子 何以能够 一生成就 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 用我们 世间化来说 他真正是 尽忠 行孝 忠于自己的 支手 这就是 真正发菩提心 把你自己的 本分事情 做到 尽善尽美 全心全力 专注去做 那就是 发菩提心 世出世间 无论 哪个行业 一心 专注 就成功了 不但成功 圆满的成功 凡是没有做到圆满 你没有尽心 没有尽力了 三善根 教我们 纯是善心 纯是善意 善心是体 善心 这种 绝对没有 没有尽力 善心 这不是我们 所说的 善我之善 善我之善 不是善心 善心 善心是真心 善心 就是菩提心 善心 就是亲近心 至尘心 里面没有善我 没有正望 没有邪阵 维摩经上说的 不二法门 真善 西方极乐世界 助上善人 聚会一处 是这样的人 不是善我里 就是善人 善我里面善人 那差远了 那是善善道的人 我们要认识清楚 心地 纯真道基础 真诚道基础 纯是善心 也就是 纯是真心 纯是亲近心 善心其用 这是善意 善意 是第二意了 善心是第一意 善意是什么 大慈大悲 从善心里都生出来 这个我们要懂得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五 纯以善意 善意 就是 决定没有 过的念头 什么是我的念头 诸位总要知道 自私自利的念头 这是我念的 所有业切的 我业 都是从这个念头生的 人们有自私自利 他就决定 不回到我业 自私自利的根 相中经论上讲的 物质 这是根 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只要有这个念头在 六道轮回就别想出去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个根 变现出来的 自作自受 这个根 在相中里面讲的 我吃 我见 我慢 我慢 这个四句 诸位细心 去体会 我 我是什么呢 我是吃 是贱 贱就是成贱 固执 傲慢 贪爱 我们今天讲的 自私自利 佛家讲的更详细 这四个字 就是自私自利 只要有一丝毫 这个念头 你的意就不善 你决定会造 无量的罪业 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佛 说什么 就是说善行 善意 善行 善意 流露出来的是善行 也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生活是善行的 表现在工作里 表现在厨师在人间 无 无以不善 人能有这三种善 善行 善意 善行 这诸位说 烦恼就没有了 习气也消除了 智慧也生起来了 由智慧 你自然就能辨别 争望 邪阵 是非 善悟 你就有能力辨别了 我过去在这里讲过 大陆上这个法轮功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 争望 邪阵 是非 善悟 没有能力辨别 如果有能力辨别 那一眼就看穿了 那个东西是假的 是喜 是恶 是不善 谁还会去理他呢 我讲的 希望大家多听听 实在是 一变不信 多听听的 你自然就明白 那么我讲的这三个 善心 善意 善心 标准在哪里 如果你要不能够理解 你还是会落空 是在 佛家大臣经典里面讲的 非常就近圆满 可是大臣经太多了 我们只选一步 选一步 无量寿静 或者是选一步 花眼镜 足够了 可是必须要 身解 意去 把我们一生的经历 时间 都投进去 你才有个入门这处 如果博士把全部经历 时间 投进去 说老实话 你是不得其 门而 你只是在门外 看看而已 在门外 看 为什么要叫 全部时间 经历 投注呢 那叫 一心 一心就能 看救 你再没有 妄想了 再没有 砸念了 凡夫 都有烦恼 都有习气 烦恼 习气 这个现象 就是情绪 所以我们观察 这个众生 闹情绪 情绪有高 有低 像波浪一样 有时候平静一点 有的时候大风大浪起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无时接来的烦恼习气 外面那个境界 就像风 风一样 你的烦恼 吸气 像水 一刮风的时候 就起浪了 六道凡夫 哪个不是这样 各个都是 心情永远是平静的 不是凡夫 凡夫 决定走不到 那在我们一般讲 真正有学问 有修养 学问修养在那里表现 心平静 永远能保持住 这是真学问 真修养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 真正能保持心平静 不会胡思乱想 不会胡作妄为 四圣发解 声闻 圆觉 全教菩萨 他们扶住 那真正是 学问修养 到家了 他烦恼吸气 并没有断 扶住 他的定 他的会 扶住 如果把烦恼吸气 断掉了 那是圣人 华阴经上讲的 法神大死 我们学福 我们学经教 要以这个为标准 努力点 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证得 允人教 出住 菩萨的果位 这个事情是难 善才从此做到 他也是人 他也是个凡夫 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他能做得到 说明 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问题在哪里呢 他发了菩提心 我们没法复提心 他一心一意 学菩萨道 我们虽学菩萨道 还天天胡思乱想 差别在此地 他是一心一意 他没有时间 打往下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真 精进的 那不是假的 真 精进的 你看五十三参 没参访一个善知识 他的境界向上提升 参访 得云比丘 他是出住菩萨 参访 海云比丘 他二住菩萨 参访 妙住菩萨 他是三住菩萨 他天天在伸 往上伸啊 他如果有丝毫懈怠 有丝毫懒散 他就堕落了 他怎么能够超生 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 所以人家一生 圆满菩萨 这是世尊在华言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说明 无上菩萨 任何一个人 这一生都可以等到 只要你学善才通俗 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努力精进 哪一个办不到啊 人人都办到 人之所以不能办到 善导大四将的很好 总在欲言不同 这句话很重要 什么是缘 修饰环境 生活环境 果然能够遇到好的缘分 遇到好的善知识 遇到好的生活环境 好的同餐道友 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就 你修学过程当中 没有障碍吧 但是要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 诸位想想多大的佛宝 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可以是相当殊胜 但是还有些人为难你 看你不顺眼 说你的闲话 给你气收 我们接触到了 心里想 我福报还是不够 比起一般人的时候 那我有福的多了 我有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 总要自己觉悟 总要自己认真努力 一心向上 与人为善 我们在一生当中 心善 意善 行善 借一切人 只看人家善 不看人家我 我们一生 生活在 纯善的世界 你说这个生活多美 这个人多幸福 幸福与福 都在你一念之间 你一念真 你这一生 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一念喜 你也就出乱世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充满了 紧记 充满了苦难 我们在这三句 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 一定要学 祝福福 以善行 善意 善行 对一切人 对一切四 对一切我 我们所遇的 没有一个 不是善人 我们所处的 我们所处的 皆是善境界 净途滑脏 其不就在先前吗 这个段事情 就在乎我们自己 要觉悟 觉悟的人 永远保持 一念善心 这一念善心 就是自己的真心 就是自己的本性 禅宗里面讲 明心见信 就是说的 这一段词 佛教人修行 就从三善根修起 无贪 无耻 无尘 这个话 佛说了 万变不止 我们听得耳熟 可是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放下 利益众生的念头 没提起 如果我们 我们今天出家人 出家人的本分 为人言说 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 没做到 今天 我们会见 新加坡未来的总统 纳丹先生 他告诉我 他对佛教 非常尊敬 他说佛教 不忠外表 忠实 内修 他说的话 很内行 他清楚 他明了 他知道 他知道 佛法本分 是自己认真 的修行 是在用内功 提升自己的境界 就是佛教 给我 为人言说 言是表演 做出来 给人看 所以我们今天 讲经说法 总题目 陈大师那天问我 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总题目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这两句话 就是世尊 为人 言言说的 落实 言是表演 做示范 我们要做到 然后才能教人 你自己都做不到 讲这些经就得难为情 难为情 要不要讲 要讲 不讲 你就完了 你就没救了 没讲一遍 觉得难为情 良心发现 好事情 如果不觉得难为情 那个人就盲目不仁了 就完了 还觉得难为情 你这个人还有救 你还有良知 一定要讲 常讲 多讲 慢慢自己 不知不觉 就欺负 就欺负 境界了 所以我们看到 纳丹先生 他懂 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 道业决定 会有进步 会有成就 特别在这个 多灾多难的时代 如果我们一心 在道业上 一心 专注在自己 本分上 这个世界的灾难 会忘掉 我今天把这个 《华严经》 《课文表节》里面 一段续文缘起 印出来 给你们同学们做参考 你们去复印 你看看 在这个艰难 困苦的时候 人家是怎么做 学问 天天做这个工作 乐此不疲 天下大乱的事情 忘得干干净净净 他为什么会忘掉呢 他心专注在这里 没有去想别的事情 这就应该成功了 我们今天要是专注在 经教上 天下大乱 什么似的 静随心专注在这些事 这是四十 绝不是数数而已 千真万确的四十 请看感应篇 第三十二节 世恩不求报 愚人不追悔 过去 我讲感应篇 编了一个课判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 把它找出来 印给大家 这两句经文 我们在此地 实际上 布施 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 佛家讲三轮体空 这是三轮体空的 前方点 也使三轮体空的 初步落实 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施恩要求报 这个诸节里就做得好 贪心未旺 愚人追悔 令心未化 贪而且令 君子不为 儒家最高的 最高的 像圣人 其次的贤人 再其次的君子 这从前人说 读书 读书 志在圣行 读书人 要把自己的境界 最低限度 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 你读书 才算真正有受用 那么由此可知 儒家的君子 虽然三毒烦恼没有断 他能够服得住 我们佛法讲 扶烦恼 能够服得住 烦恼吸气 扶不住 这君子以下 这小人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的 为什么读书 读书的真正意义 目的活在 卢佛所说的 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 明白肆理的人 就称之为神仙 懂得分寸的人 这是君子 所以布施 只约定不要求果报 佛在经上 确实有受 佛门当中 布施 佛陀 菩萨 阿罗汉 古报 不可思 所谓是 事已得万宝 其实 那个万是形容词 不是数词 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 于是许多人 把这一句话 错回了意思 还有佛门的生意好处 一本万利 大家都到佛门里面 来布施 来修福 目的活在 求发财 求升官 求佛 菩萨保佑 全是为了贪心 为了贪心 能不能得果报 实在讲 事实因果报 决定 哪有没有果报 不过果报 没那么大 布施 这个道理 要讲起来 很深的 那要讲 你是什么动机 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的动机是 纯善 你的用心 广大 那你果报就大了 你的动机 是为了要求自立 心量很自小 你布施的果报 也就小了 佛家讲的 这个布施 少施 得多的果报 得大的果报 那是说 人心 清净 真诚 清净 广大 心 是不是 这个布施 果报 就不可遂了 我们同样 佛 布施一块钱 我们 布施一块钱 我们 布施一块钱 果报 可能就是一块钱 佛 布施那一块钱 果报 不可遂 无量 无边 什么原因 佛用真心 佛的心包 太虚 亮 周 杀 接 我们 怎么能比得了 对佛家讲 十一得万报 不是假的 但是你要懂得 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阴心 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 所以我常常叫同事们 人家为你借钱 你欢欢喜喜借给他 绝对不可以想着他将来还给我 来借给他的就是送给他 他还过来很好 不还过来也很好 你就没烦恼啊 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啊 你看看多少好朋友 为了这个借钱才到后面 反目成仇的 历史上有 我们现前环境上也要看到不少 为什么会成这样 就是借出去还想还回来 这个错误 决定是错误 连接都不求还 何况不失 不失要求果报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不清净果报小 清净心什么都不求 果报大 我们现在讲 无私的不失 无条件的不失 这个果报就属胜 你送给人家 附带很多条件 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 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 现实上的例子 诸位如果细细反省一下 你就能够观察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战期间当中大战之后 美国对全世界 经济的援助 有的是战 有的是正义 对全世界 十十多多受灾难的 干争灾祸的国家 都采取经济的援助 不失了 但是 都是负到很多很多的条件 结果所受责的国家 没有一个不讨厌的美国人 没有一个不埋怨的美国人 什么原因呢 求报 如果美国人要是念了太上感应篇 要是懂得佛法 他今天的的确确 是在全可以统治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对他 没有不敢感恩戴的 没有不拥护的 为什么呢 不失不求报 这是什么 不失恩德了 能感动人吗 他不懂这个道理 你今天有困难 我以前才帮助你 附带十十多多条件 你当然会接受 为什么呢 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 心里不服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如果附带条件太够刻了 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 这个是没有智慧 没有读神仙书 不懂这些大道理 佛家讲的 同志世间的 这些帝王 佛经里面讲的 最大的精人圣王 他同志的一丝天下 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也没听说过 正如同什么 我们的国家土地太大了 那个住在农村里面 叶森也没有出过门的 他哪里知道 什么皇帝 什么总统 他不知道的 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 他这个范围是国家统治 金伦圣王 佛经告诉我们 他同志的范围多大呢 一个单位世界 从前我们认为 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 他同志太阳系 我们是太阳系里的小星球 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 我听到有飞碟 我也曾经见过 可能是金伦圣王派人到这儿巡查 佛经讲的嘛 他为什么称他做伦王呢 他有伦宝 这个伦宝是原型的伦宝 是他的交通工具 也是他的兵器 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 也是他的交通工具 是轮保 飞碟是原型的 很像个轮保 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佛经里面讲的 在一天当中 他就能够飞行 巡查整个太阳系 这么大的范围 是他从下的 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 要是依据黄念祖老教授的解释 哦呀 那个范围大了 黄念祖老教授的解释 一个单位世界 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 银河系的王 精伦圣王 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 银河系 现在科学家计算 大大小小星球 至少有一百亿个 我们这个地球 在银河系里面 还算是个小星球 不大了 这个是佛家最大的过往 佛报最大 其次银河王 铜河王 铁河王 我们这个世间的过往 都不在所 都算不上 那么这个人 无论是人间天上 富是财富 贵是地位 那都是古报 那都是古报 富贵 受考 都有应援的 如果不修音 你怎么能得到古报 地位越高的人 聪明智慧 超过常人 德行 也超过常人 他从哪里来的 不是天生的 都是受到 联王号的教育 教出来的 过去 眼陪法师 在世的上 好像是我 我头一次 还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 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好像是 79年的时候 大概是1979年 他请我吃饭 问我 他说 精控法师 你是赞成民主制度 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 我跟他讲 我赞成君主制度 他说 你落伍了 我说 我并不落伍了 君主制度的帝王 希望保持 他的传统 希望他那个朝代 执子 执执声 都能够 维系下去 他有这种有限 所以 对于 集成人的培养 可以说 用尽心血 因为有好的 集成人 他这个 赠权 才能保得住 如果是个败家子 一定是 家破过往 所以对于集成人的培养 集成人的教导 都是请国家低一流 有德行有学问的人 来教导啊 教太子 换一句话说 他是受最好教育的 这个就太难得了 别人没有这个机会 他有这个机会 他只要不被 这些财色名识税 迷惑颠倒 他统治这个国家 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 过如实家也如实 所以从前父母 全心全力 教导自民 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已经没有来 民主里头说了这话 这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的地方 民主一任 三年四年 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 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总是觉得 民主比不上 郑主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确确实实 那个地方都是独裁的 中国说老实话 你从中国政治制度 可以说是 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 汉朝时候 那就是彻底了 你看看古时 和诸位多历史 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 君权跟相权那种关系 就像现在公司一样 君权是董事会 权力机构 相权是办事的机构 总经理 在相权的总经理 皇帝好像董事长 权责化得很清楚 皇帝并不是完全断智 那要听别人意见 接纳别人意见 这都是从小教的 不能接纳别人意见 不能够尊重别人 你这个皇帝位子君做不久 一定有人起来 去而代替 把你推翻 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好 过去方东梅先生 至少给我讲过十几次 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 他叫我读周理 他说周理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 周公制定 如果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行 不违背 他说可能到今天还是周朝天下 子孙不照这个做了吗 那就没法子了 就亡国了 伤 因周王的败王 倒讹人 女人 宠爱女人 周幽王的败王 也是宠爱女人 那个皇帝 一宠爱女生 就完了 他不是别的原因 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 真真忠心谋国的这些大臣 他都不理会了 不但不理会 有的时候讨厌把他杀掉 他怎么会不忘国呢 所以诸位要想的 朝代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 而是末代帝王昏迷 他才会亡 他要能守住祖宗的惩罚 不会亡 守住圣人的教诲 就能得到天下人 这是兴约臣服 圣人的教诲 属于高位 对天下人 不识恩德 你看佛教菩萨 第一个不识人 第二个受法 要有耐心 要能忍的 第四个精进 第五个禅定 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 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 幕后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 不求报是智慧 不追悔是智慧 帮助别人附带十多条件 没有智慧 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个注决后面 引金刚经上一句话 菩萨与法 应无所助而行不实 这个境界 比这年纪又要高得太多了 无所助是完全不住相 真的做到三门体空 所以经上又说 菩萨不住相不实 其福德不可量 都是真实话 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 领导世界 主持这个世界 主持这个世界 佛家六波罗密就行了 我过去 跟诸位 讲过多少次 你们看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海湾战争 我们买这些微信机 你们都看过 问题有没有解决 不但不能解决 越高 越复杂 战争要能解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的问题解决了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这还有第三次 后头还有第四次 第五次 无数次 这就是说明了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能解决问题呢 世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问题就能解决 美国人打韩战 花了180亿美元 180亿 这180亿要拿去 布施南北韩 我想问题 马上就解决 无条件的布施 你布施之后 来侨庭他们 谁不尊重你 谁不听你的话 你是好人嘛 越战 花了十倍 一千八百亿美元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永远借着冤筹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谁愿干这种事情 这一千八百亿 送给越南 我相信越南人看到 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 大亿人啊 我们冷静想想 无书 无条件 帮助别人 真正是 是为别人的利益 着想 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这个世界纷争 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任何人 他考虑问题 第一个 观念 对我有没有利益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 跟外面交涉的时候 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一念 就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节省在此地 无论用什么手段 都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问题的 圣贤教会说 你要考虑着 为他的利益 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符不符合大众的利益 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 我的利益是自私自利益 你怎么能服人啊 念念想到他的利益 社会大众的利益 把自己的利益 抛弃掉 别注意说 自己真正的 最殊胜的利益 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神仙的教会 我们中国人讲话 现在真的是人为言庆 没有人相信 英国人 唐恩比说话 人家就相信 他说的话很好 一点都没错 真的能解决 二十一世纪的 社会问题 只有大乘佛法 跟孔孟去说 这他指出来 大乘佛法是什么 孔孟修书又是什么 到哪里去找 现在找孔孟的书不难 找大乘佛法也不难 找到之后不懂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找到了 看不懂 或者看 把意思看错了 去解了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 总结 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要解决教育问题呢 头一个是私自问题 如何来培养私自 今天 这个世界第一等的大功德 培养私自 诸位一定要明了 今天亡过灭种 不怕 小事 道童断绝是大事 佛家将是法身 会命的 这个不能断 这个断了的时候 这个世间人 苦难无别 道童不能断了 能有一两个人 是佛的 会灯 一切众生 就有得救的希望 就有一线光明 这个机会 也不是容易遇到的 我们遇到了 要珍惜 明眼 祝福菩萨 圣贤的道童 要担负起这个使命 这个使命是世界第一代 伟大的使命 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 那就在你发心 你真正要发心 一定要居足 清凉大叔所说的 信节行政 这四个字 通通之处 你都能够做到 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 无论 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都做得到 贫穷 能落到乞丐 也能做得到 乞丐里头 也有佛 也有菩萨 也有神仙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信 你肯不肯去做 还是我们现在讲进这个题目 学为以人私 行为以示范 自己总想想 其心动力 也有造作 能不能为别人做好样子 果然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 你就是神 你就是邪 你就是佛 就是佛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话 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了 主委一定要细心去参救 圣人 他的心血 与信德相应 信德是什么 信德是真诚 清净 平等 决定没有搞笑 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 跟着我参观澳洲学历的一个电视公司 广播公司 他总经理来接待我 告诉我 他们这个公司 从总经理到下面的员工 一直到的清理卫生的那个工人 他说我们都是第一 都是平等 我们因为去的时候 正好清洁工人把这清洁工具在那边扫地 他 低了 他扫得很干净 低了 柜台里面站着这个服务员 接着一些顾客 清洁工人 清洁 办事认真负责 低了 经理做经理的时候 低了 我们公司各个都低了 这是对的 所以总经理进了门的时候 正在扫地的时候 亲切打招呼 彼此打招呼 为什么 过过第一 没有第二 这个公司叫第一公司 每一个人 把每一个人自己本份工作做得 尽心尽力做好了 他是第一了 人人都第一了 每一份工作都是第一了 这个公司才真正叫第一公司 所以我们带一些佛法 遵从他们 他们很容易接受 佛的教会跟他所想的 所做的相应 植物上有借机 人格上平等 阶级是植物不一样 人与人之间平等 没有两样 阶级有没有呢 有 平等有没有 有 正是华音经上讲的 刑部不爱圆荣 圆荣不爱刑部 刑部就是借机 有董事长 有总经理 有扩长 一直下来的员工有借机 这是刑部 但是他有平等 无论在什么场所当中 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 亲切 所以植物有高下 植物并不妨碍平等 平等没有妨碍植物 我当年去看 没有想到 而且华音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 我很佩服 非常赞叹 这种精神 理念 我那天还希望它能够推广 推广到每一个 政府的机构 私人的机构 能推广呢 澳洲是第一 也世界第一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 一个祥活的气氛 团结的气氛 彼此互相珍重 互相敬爱 互助和作 这是他们那个宗经理 领导一方 这是智慧 智慧真正落实 在生活里面 落实在工作里面 值得人赞他 我们知识灵 敬重社会 也在做 一般看起来还算不错 实际上做得不够 还要认真 还要努力 今天我们就讲到神秘了